土耳其大地震发生之后 现在已经超过了一周 灾区还是传出了奇迹 有零星的拉出了生还民众 上市一名65岁的男子 还有一名年轻女孩 受困208个小时之后 获救是目前救出 受困时间最长的生还人员 而从画面上你也可以看到 一只沾满尘土的手 从水泥块当中伸出来 向救难人员挥舞求救 这是一名65岁的男子 他困在瓦砾堆下超过一个星期 长达208个小时之后 由救难人员寻获救出 而同时还救出一名女孩 土耳其大地震现在发生 已经过了八天 虽然说希望渺茫 救难人员还是在瓦砾堆当中 找到了零星的生还者 而在14号这天 总计还是由9名生还者获救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YT频道 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